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那个负责给您说书的昆仑流师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一条船 一条颐和园的船 一条颐和园的蒸汽火轮船 真正的钢甲舰 有朋友就说了 这颐和园的船呢 我可是舰多了 什么手滑的 脚灯的 电瓶的 画坊龙舟 我可是从来没看见过 你说这个蒸汽火轮船在哪 您别着急 我带您看去 一定有 绝不带说瞎话的 您瞧见了吗 这小火轮啊 它不就在这儿呢吗 这条小火轮啊 它可有名字 它叫永和号 这里啊 是颐和园的耕之土景区 您可别小瞧了这小院 这在光绪年啊 可是大清国的皇家海军学院 又叫水师内学堂 这水师学堂的故事啊 咱们以后再讲 这小火轮呢 跟这水师学堂啊 它也半毛钱关系没有 这艘蒸汽小火轮啊 是当年啊 日本人送给慈禧太后的玩玩意儿 人都说呀 这小日本啊 它抠了去了 他们怎么就舍得给慈禧太后送这么大的一个礼呢 哎 提起这原因呢 丢人去了 1804年的时候啊 这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占中国东北的大片地盘 就在东北的地方啊 大打出手 当时的大清国呀 已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条破船了 谁也惹不起 只能在一边啊 看着他们在自己祖宗的龙兴之地打仗 这大清国的慈禧皇太后啊 一想啊 广中立也不行啊 背地里也得站个队不是 于是呢 他就压了一宝 谁想啊 这一宝还压对了 他资助了日本军队啊 2000万斤的食盐 结果呀 光去31年的时候 这日本人啊 还真打赢了 就这样啊 日本人才送了慈禧太后这个小礼物 一条动力游艇 它是日本神户造船厂制造的 是一条啊 小型窝炉驱动 明轮航行的铁壳游船 1907年 也就是日俄战争的三年以后 这条永和号啊 落户到了宜后园的船物 为什么到船物啊 因为啊 它个儿大呀 它是散着来的 得到这颐和园的船物啊 把它船起来 等到装好了一看呢 嘿 气派 真漂亮啊 您别看现在这永和号 它光秃秃的 在当年啊 它上边可是有船楼的 后来啊 这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啊 让人把这些木头 我拆了去炼钢去了 那都是后话 咱暂且不提 这永和号啊 装好了之后 得下水失航啊 1907年的4月28号 哎 巧了啊 我录这节目的时候 也是4月28号 那也就是整整的 114年以前的今儿上午 那可真是个 风和日历的好天啊 微风轻浮过昆明湖 荡起层层细波 西堤上的垂柳啊 在微风中 轻轻的摇曳着 一和园西堤的顶北头船屋啊 来了三位大清国的大人物 那除了皇上跟太后之外啊 这三位大臣 那真是顶了天了 都是谁呀 我跟您说说啊 他们是庆亲王仪匡 北洋大臣直立总督 袁世凯 洋务大臣 梁广总督 张之洞 这老三位啊 有说有笑 手拉手的 就登上了这条 永和号小火轮 准备啊 替这皇太后 试行一把 可是就这永和号小火轮啊 他差一点 就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史 怎么呢 这船呢 行到这昆明湖中间的时候啊 一声巨响 锅炉他爆炸了 幸亏啊 这老三位 他没坐在这锅炉史 他坐在旁边的客舱里 要不然呢 这中国的近代史 就真得改写了 这一框啊 无非就是晚清的一个大贪官 当时的张之洞啊 也是锤锤老矣 可这袁世凯是谁啊 上学的时候 咱们学中国近代史 这人物 得分两节课 才能讲清楚 明国的大总统 后来的红县皇帝 要是一下子 让这锅炉 崩死在这儿啊 喵气了 那中国的近代史 还就真得是 另当别样了 虽然是锅炉爆炸啊 这船呢 他必定 没受太大的伤 这日本工程师呢 气着咔嚓 一个月呢 也就修好了 这慈禧老佛耶 他多惜命啊 一听啊 修好了 你修好了 我也不做 好家 您这还带 您这还带爆炸崩人的 得了 他不是拉得多 跑得快吗 干脆让他呀 给我做个牵引船石 让他呀 远远的在前边 拉着我这水上坐驾 安抚炉吧 得 这挺漂亮的游艇啊 他改了拖船了 除了这次锅炉爆炸呀 要说这日本人 坐这小火轮啊 这质量啊 他还真是不错 这条永和号小火轮啊 他一直服役到明国 辛亥革命以后 这一和园呢 作为轻视的私产呢 他对外开放了 永和号邮轮呢 票价两块 邮人呢 可以坐着他游览昆明湖 这两块大洋 当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30斤的洋白面 两袋 1928年 民国政府接收了一和园 由于这年久失修啊 永和轮已经不堪使用了 1931年的时候 就干脆把它沉到了湖底 40年的时候啊 这条秀极斑斑的蒸汽船 又被打捞了上来 49年以后呢 永和轮呢 作为一艘记载着国齿的蒸汽船 被寄存在了昆明湖畔 到了1966年的时候 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的开始 这文化部啊 就做了指示了 这条小火轮啊 它跟慈禧太后有关系 属于是封建余孽 就把这个小火轮上啊 所有可拆的东西啊 全都拆卸了下来 就纸上去啊 这船壳和烟囱了 就把这空壳子扔到了一和园的西堤 还好啊 这一和园的工作人员啊 都是有学问的 他们懂得永和号身上承载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 就偷偷的把它保护了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啊 才能在这儿 大清国的皇家海军学院内 一和园的耕之土景区 看到这条漂亮的永和号 蒸汽动力游艇 这呀 是名副其实的 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一条 轮船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今儿这永和号小火轮啊 咱就聊到这儿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明儿见